大夫 怎么样了 她的身体已无大碍 都是皮肉伤 只是头部被重物所伤 淤血阻塞 压迫到头部经脉 失了心智 那失去心智会怎么样呢 浴室反应迟缓 言语行为宛如孩童一般 那何时才能恢复心智呢 待炉内淤血散尽 或许会好些吧 谢谢大夫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包子 你腿还疼吗 你头还疼吗 你今天几岁了 好吃 十五 十岁 五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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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要吃包子 看连包子都不要命 你这么爱吃包子 那不如就叫包子好了 包子 我叫 好吃 这味道就好好吃 谢谢 姐姐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把你变漂亮 好看 一两小孩 一uci aquesta 一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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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走 哥 霓儿 你干吗呢 我到处找你 你看 打扮大布娃娃呢 不好看吗 成何体统 这让爹知道了 又该生气了 快摘下来 不许拿 不许摘 不能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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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一个大布娃娃 这是霓儿姐姐给我带的花 都好看啊 好看啊 我也让你变好看 不行 来 别别别别 使不动啊 别胡闹 回来来 别跑啊 我来啦 这是你的房子啊 霓儿姐姐 你的眼睛里有我啊 你的眼睛里有我啊 真的 你谢谢你 姐姐 你好美啊 藍燕 包子 包子 你孩子脸不可以乱亲的